看这里 下龙湾最出名的就是它号称海上小桂林 就是它这个地貌和桂林比较相似 但是它是在海上 这些小山头一个个的 等到下龙湾那边的话就全是这种样子的 但这边我觉得也就是差不多了 也是这个样子就差不多的感觉了 这边的话还是一个叫什么海鲜交易市场 一会的话我们就进去看一下 昨天我们从这个叫什么盲街准备到下龙的 下龙湾 下龙市那个地方 但是昨天因为时间上计划安排上不是那么合理 所以说离下龙40公里的地方 这个地方叫景谱 我们就住下了 然后我们今天计划可能就到下龙了 下龙因为它是一个旅游城市 然后可能还繁华一点什么之类的 然后住的地方也多一点 昨天我们一路从盲街过来到景谱这边 像住的地方很少 景谱算是这边比较大的一个应该算是县城吧 但是我们找住的地方再往上找 可能最多也不少10家 对而且很贵 现在我们进来这个海鲜市场了 然后这里它不光是有海鲜 有很多的商家 就是这种生活用品也是有售卖的 然后这边还有这种小吃摊 前面这个档口的话看到没有大批的生蚝 这个他们本地的工人应该是在分检这些东西 这个蚝好大呀 这个蚝还不小的 哥 还可以吧 那个大 这个大 在路边看到一家小饭馆 这吃饭的人还挺多的 我们决定今天在这吃了 这个是盒饭 可能有个十几二十个品种吧 反正什么样的都有 我们今天就吃这个东西了 它那个菜比较像中国中式的那种菜 看着还蛮好吃的 也有一些海鲜 这个就是一份标准的盒饭 它这个汤我看着还不错 还有肉呢 然后要了几个菜 还有一点这种小吃 然后我们现在不知道价格是多少 也就是随便夹的菜 大家可以猜测一下 这一份盒饭的价格是多少 吃的光光的 这个味道和中国菜非常的像 然后我觉得除了这边的人 语言不太一样之外 我和这个两广地区什么 没什么太大差别 味道这个菜的味道也是非常的可口 刚刚付过款了 一个人是四瓦 也就是相当于11块钱 12块钱不到的这边 离开景谱 我们继续出发去下落 越南的这个公路是真的不错 我们之前找的电信业厅 终于找到了 在路上偶然碰到的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次能不能办理成功 它这个宣传的有这么一个套餐 就是每天6GB 然后可能有点通话 有点短信这种的话 这个流量的套餐是159000 然后卡的话是5万一张 加起来差不多折升人民币60多一点点 但是我们要的一个每天7GB 没有电话 没有短信的这种 然后加起来是50人民币左右 刚刚我们有了解一下 就是整个越南 它有三四个运营商吧 这个我们这个Vinaphone 这个对于短途旅行还是比较划算的 然后刚刚看了那个什么 Wintertail吧 那个如果说长期在这待着 那个会比较划算一点 但是短期的话Vinaphone就不错了 之前不是新闻报道 东南亚有很多这种电信诈骗的行为吗 但是很少有听说越南也有这种 我们办个电话卡的时候就知道了 它每个电话卡的话都需要实名认证的 后台工作人员会进行身份审核 刚办完了电话卡 刚办完电话卡 然后旁边有一个卖椰子的 然后一个椰子是12K 12K也就是三块多钱一个 好便宜啊 好 我们来两个 看这个 非常的新鲜 只不过有大有小 这个三块钱的椰子怎么样 超级甜 超级甜 我尝一口 一般来说就没那么甜 这菜店都跟我以前吃的老椰子里面的水 就差不多 是吧 历经千辛万苦办好了电话卡 我们把整个越南的电信 电信业都摸透了 然后我也尝一个 哦 真的好甜 椰子味很浓很香 虽然说它个腿有点小 但是真的还可以 才三块钱要啥自行吃 哇 这个里边这个 也可以炫一下 非常非常的香 很好吃 才三块钱 天安的 你要不要吃 这一段是沿海的一个公路 这个郊区都没什么车辆 也没什么人 但是海边有游玩的 我们过去看一下 这个阿姨 好像是在教我们 怎样把摩托车骑过来 因为我们把摩托车停在那里 终于到了海边了 朋友们 看这个 太漂亮了 像这种海上卡斯的地貌的话 可能全世界只有下龙湾 越南这边有这种地貌 像我们国家那边 比如说桂林 贵州星亿 或者云南有一部分 像这种地貌 就是陆地上的卡斯的地貌 这个的话就是海上的卡斯的地貌 非常的漂亮 而且还有非常多的渔船在这里 有个渔船靠岸了 然后看到没有全是海鲜 各种海鲜 下 搬上来了 他们可能是收的 路过一个越南的咖啡店 越南咖啡还是不错的 我们过来尝一下 看这个价格 这种黑咖啡10块 这个就是12块左右 11、12块 反正大部分都是10块 11、12 然后这边是果茶 什么奶茶 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咖啡馆的话 就也靠着海 对面的话是一个体育馆 非常漂亮的一个体育馆 然后这边就是 这边就是海边了 这个是白咖啡 白咖啡是什么咖啡 不知道 牛奶 有可能牛奶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是椰子 椰子咖啡 看着非常的好吃 尝尝 好喝吗 好甜 好甜啊 这个呢 这个好喝 这个不是那么甜 椰子味很香 还可以 挺好喝的 终于到了夏龙市区了 有点我们中国地级市的感觉了 大家看到这一幕是不是有点似曾相似的感觉 这个是 学生家长在接孩子放学 夏龙市区还是很繁华的嘛 看这么大的一个摩天轮 这个跨海大桥修建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搜索了一下 这个桥是日本原建的越南的 我们找到住的地方 在订房软件上找的 然后它这个住宿的环境的话 还可以啊 关键价格非常便宜 这么一间房子 才折成人民币40块 这边不愧是旅游城市 物价什么之类的 就可能竞争的比较激烈 所以说就便宜很多了 晚饭是这个 一个虾的炒饭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叫什么 牛肉 顺化牛肉粉 然后这么一份的话 就是15块 其实会相对稍稍高一点吧 我觉得12可能会比较合理一点 但这个肉还挺多的 晚饭就这样了 然后吃完饭 我们就回去入住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